你好,我是美珍 大马选举委员会已经废除上届大选中所实施的邮寄投票条件 这意味着所有居住在国外的大马选民 包括新加坡工作的选民 都有资格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那些目前身在海外的公民 已经可以通过网上注册申请邮寄选票了 选委会会把邮寄选民分成三个组别 那就是包括大选工作人员、选委会官员和人员 捐警以及媒体工作者的EA组 接着是EB组别,涵盖旅居海外大马公民 最后则是EC组别,属于医疗及安全领域工作人员 EA组别的选民必须在选委会官网www.spr.gov.my 下载EA表格并把表格送到选举官办公室 至于EB及EC组别的选民 就需要到myspr.spr.gov.my 申请如计投票 无论如何 选委会目前并没有扩大邮寄选票组别 给居住在半岛的沙巴及沙拉越选民 换句话说 居留在大马半岛的沙巴和沙拉越选民 在即将举行的选举中不能邮寄投票 所有申请邮寄的选民必须注意 邮寄选票也有申请截止日期 不过有关日期会在选委会开会决定 全国大选的选举日期后再另行通知 而选委会会在提名日后将开始寄出选票 给已登记的海外选民 选民在华出数议候选人后寄回给选委会 谢谢收看 我是美珍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留守 陪伴着你的TF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